那现在的问题最大的关键是 乌克兰在过去这30年 跟俄罗斯签过好多个和平协议了 这个问题是俄罗斯都没有遵守 那最重要的当然是1994年的一个 保障乌克兰安全的一个协议 当时本来乌克兰是有核武器的 因为本来乌克兰是苏联的一部分 苏联有很多核武器驻扎在乌克兰 那后来苏联电解了以后 它的这些核武器留在乌克兰 那么为了说服乌克兰 把它的核武器交回出去或者销毁掉 那么当时英国 美国和俄罗斯 共同跟乌克兰签了一个四方协议 保证乌克兰安全 让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那这里面一个很大的保障 就是保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 不侵犯乌克兰 那所以俄罗斯当时也是签字国 它完全没有遵守 那这之后在2014年克里米亚争端以后 又签了所谓明斯克协议 当时是为了跟乌克兰的东乌的反叛势力 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那签过两次明斯克协议 后来前几年2018年的时候 这个跟德国法国调停 又签了类似的停火协议的 这个跟乌东的这个反叛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乌克兰实际上签过很多协议 但是每次别人都不遵守 不是乌克兰的问题 他也没办法 所以你说这次用这个更多的协议来 这个保证俄罗斯不能够不会去 将来不会去进攻乌克兰吗 实际上我想乌克兰是应该不会再相信了 唯有靠自己的军队 唯有靠自己的能力 能够威吓俄罗斯 才是真正的保护自己的办法 但是问题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说了 他们现在的国家仍然被轰炸当中 每一天都有生命的牺牲 那总而有一个解决的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就是 乌克兰把那个普丁给灭了 但是不太可能 要不然就是你普丁把那个乌克兰给夺下来 现在看起来普丁没这个能力 所以这场战争要怎么结束 那其他的国家 他们在调停里面一定也有自私自利的想法 土耳其总统 以色列总理 有一些个人的使命 很多人都说 这个战争结束之后 就会有那种人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呢 以前金星级也得过了 不是吗 为了这个越南的越战 结果越南的结局是什么 到现在 还是在共产党的统治当中 所以这几个大国到底在想什么了 特别是拜登为什么跟习近平去打电话 在这个关键时刻 这个是这样的 我认为跟习近平的话 当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实际上 美国也认为 这个中国政府 习近平是 比较有可能对普丁 有一定影响力的外国领导人 那么美国实际上 某种意义上是要建立一个 全世界的孤立俄罗斯的统一战线 所以呢 他只要不要把他希望不要把中国推向俄罗斯 只要他中国能够相对中立的话 就能够把俄罗斯孤立起来 因为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 就是敌人越少越好 朋友越多越好 那另外一方面可能更主要的是 因为俄罗斯不断的要求中国援助俄罗斯 包括经济的 包括军事的 包括各个方面的援助 那这个美国想要制止这个 所以跟通过好几个层级的 包括国务卿跟外长 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跟杨洁篪 包括拜登跟习近平的谈话 主要目的是要明确告诉习近平 你不能够在军事经济上援助俄罗斯 不然你要承担很大的后果 我们要给你进行经济的制裁 那么这个目的主要是阻止中国跟俄罗斯结盟 像俄罗斯逐渐的仍然被孤立到最后 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 这个比较这么不霸道的这个和谈的协议的结果 好那各位我们一方面看 乌克兰被俄罗斯这样的侵略 毒手荼毒 人家这个明明本来呢是非常安全的 大家乌克兰人本来是活在一个安和勒利的状况之下 23天以前呢 这个一切呢晴天霹雳 这个生命跟财产都变色 那台湾学到了什么 第二这场和谈大概也是我们 一个好好的观察的一个教材了 对不对 好那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和谈的背景 以及和谈可能的发展的观察角度 不过呢究竟乌克兰呢 跟俄罗斯的这场战争当中呢 台湾学到了什么 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等一下请韦航来帮我们做非常的清楚的 细节上的分析 扑上俄军清门踏户 乌国用防空飞弹 通击俄军直升机 福尔开打超过20天 西方情报单位显示 俄军攻势停滞不前 白宫官员也证实 俄军死伤惨重 美方估计 俄方折损约万名军人 乌国人的顽强抵抗 仗恶军 先献苦战 乌国人全体一心 不畏战杀敌 西府当局表示 已有32万人返国 保卫家园 乌国总统 泽伦斯基日前在对美国国会演说时 引用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路德名具寻求西方援助 他也对德国喊话 别让经济凌驾抗恶 俄国总统普丁则在与土耳其总统对谈时 开出停战条件 其中除了要求乌克兰去武 保持中立 不加入北约外 还要讨论关于顿巴斯 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地位 普丁也表示 在达成协议前 他需要与泽伦斯基面对面会谈 我们学到了什么 在这场战争当中 好的 这个其实 虽然大家一般国民 有一般国民关注的焦点 其实我们国军 包括中级的参谋 高级的参谋 还有各时兵部队 这一次也利用战争的 这个大量的影片 学习到了非常多的心知 这个毕竟是 这一次大家也是第一次知道说 原来商用的无人机 其实上个礼拜我们就有介绍 我们在台湾都是烟火表演的时候 在那边排图的 但是商用无人机 这次被大量运用在实战中 这个真的让国军学到一刻 那最主要原因是 过去我们觉得 商用无人机不太能够投入实战 是因为可能人家用电子干扰 你就没办法使用 不料电子干扰 战力这么强大的俄国 在这一次的作战中 他们也没办法施展 他们的电子干扰 所以就让无人机在天空上到处飞 要注意大量使用无人机的是乌克兰军 因为他们就是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拿商用的无人机 加上自己的手机 不管你是哪一个品牌安卓的或是苹果的系统 都可以连得上无人机 他们就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过去部队讲的 叫做制高点的这个动作 过去我们当兵是要抢制高点 比如说领口台地 可能民事最高 大家就要打赞就赶快抢民事的顶楼 我们在最顶楼 我们可以看到你 我也可以射到你 好 那现在有了无人机 无人机一口气可以飞个三五百公尺 甚至飞到一公里高 他是这么高的地方看一下敌军就是无所遁形 要注意乌克兰可是大平原 他虽然有一些树林但是不多 好 那俄罗斯呢 因为他们还是用传统战防 他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反而就让乌克兰军队享有非常大的好处 我们就一张一张的图来看 首先这第一个画面 很明显这是一个商用无人机 他在发现地面上有一个俄罗斯的运兵车 就在那边开 这无人机有一个自动追随功能 这个本来是要拍网美的 网美一边走无人机就跟着他一边走 他就开启这个自动追随功能 就追了这台车